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继续去一趟韩国和日本 结果我们在去日本的这个过程当中 铁壶还有一些铜壶鹰壶 这些东西突然撞入我们的这个意识里头来 我过去呢一直是在做雕塑这一块 因为艺术这一块 它是有些大的层面是通的 唯一有些区别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语言的描绘 和你比如说和你打雕塑 和你做一个主题的一个东西 和那个是有一些区别 它这个空间更小一些 在这个小的空间里头 如何去把握和拿捏 这可能是有点难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宽湖这一块 我们把我们中国人的道法 禅宗都拧在里头 这个整个的气形外观 它是一个比较中庸的 比较有诚意的一个外形 在这个面上我做了四个字 是心经上的一句话 心无挂碍 我们也就是把一个残忆空间 给它融入到这个湖里头 那像这一把呢 是用着菊花做成一个装饰的图案 然后在这个底 我们会做一些很强的 一些石头的基礼 然后菊花贴在石头的基礼上 这个感受呢 它就比较有反差 而且就是比较唠叨 比较沉稳 而且这种装饰也算是比较凝重 那就是这个气呢 就是感觉到它有一定的底蕴 有一种文化的后果感 那这把呢 中华文化会 这个符号会更加具象 正当面是一个汉子 中华民族嘛 这2000年一直是在以汉人的符号存在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岁月的激励啊 沧桑感啊 这个气形的把握啊 都和清汉 这个时候的这个气的状态 气舞的状态 符号都在那里上靠 包括这些提良 那提良我们会用汉代的这种结构 然后这个把手 然后这个把手我们用碳钢 反复地要打上应该是上百次 它会有这个钢纹 你的钢纹就像木纹一样 沧桑的岁月 这个汉代人的符号 一览 铁壶做得再漂亮 再有艺术感 你一定 它必定是一个实用钱 对 它要起到它的作用 这种铸铁壶 这种铸铁壶 煮水它可以把水的整个的软度降 就它可以软化水 另外呢就是 它可以用它 这个铁本身 在氧化的过程当中 它会放一些铁粒子 这个铁粒子是容易水的 所以说它才可以改变水的这种口感 和这个 它的含铁量也会高 我们用这个 就是用铁壶就主要想去达到这个目标 我有时候会强调 我制作中国人自己的铁壶 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情节 我想呢也是我们国人 特别是我们一些艺人或者是工医院 我们自己要追求我们民族艺术的一个完整 和不断传递的这个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